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变相的时候 仁波切仍然不愿放缓脚步 仁波切常说 如果我活着的时候 不能对众生有丝毫的利益 那我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 转经轮的利益 在梭罗昆布 所有老一辈的男人女人 都每天转动着转经轮 早上他们在家里的时候 还有晚上睡觉之前 他们会用左手拿着练足 右手拿着转经轮 然后持诵 当他们四处走动的时候 也继续转动着转经轮 我不知道它是那么重要的修行 在敬业方面如此有利益 仅仅碰触或转动转经轮 能带来不可思议的进化 并累积 并累积难以置信的功德 我在劳多发现许多老旧的手稿 是劳多喇嘛抄写的法本 有些人认为 他和我这一生有些关联 劳多喇嘛并没有寺院 而过着在洞穴中闭关的生活 他花了许多心力 抄写各种金刚称 本尊法门的法本 当时这样的法本 非常稀少 所以他抄写出许多手抄本 由于这些手抄本 收藏在非常潮湿的洞穴中 都受潮了 我曾把它们摊在阳光下晒干 如果你不晒干它们 法本会发霉 然后被虫子毁掉 虫子从法本中长出来 并在法本上制造了一些有趣的洞 有一天 当我把法本摊放在阳光下时 我看到一份题为 马尼卡邦的成就法本 内容包含了整个世界演化的历史 包括佛法如何出现在这个世间 以及血香西藏的众生 如何成为特别的所化级 被大悲佛观音所调伏 阿弥陀佛和观音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彼此有非常强烈的关联 而大悲佛观音和阿弥陀佛在二十几年来 特别是透过散播正法 以引导者不止西藏和中国 还包括西方国家 在马尼卡邦中 我看到一段简短的解释 将转经轮法门的传承 以及当你修持持法门时 要如何观想及禅修 在西藏 通常只要有大秤金刚秤教法流传的地方 就流传着转经轮法门 这个法门由龙树菩萨传给师面空行母 再由师面空行母传给莲花生大士 而由莲花生大士将他带入西藏 读过这段教授之后 我对于这个法门升起了信心 它并非毫无意义 而是有考据且非常珍贵有意义的法门 从这份法本中 我对于转经轮法门 如何有力地进化心事 并累积广大的功德 有了一些认识 1987年 当我在澳洲观音院的时候 我注意到那个地方变得不可思议的宁静 由于感觉如此宁静 让你想要留在那里 住在那里 观音院过去从未像那样过 而我很想知道 他为什么改变了 当时滚雀格西在那里 格西拉做了许多佛法的修持 他花了许多年的时间 在喜马拉雅山区密勒日巴的洞穴中闭关 他做了两千次的静影十斋 那是两天密集的观音闭关 许受持大乘大乘八观才介 做许多大礼拜 持许多咒 喇嘛滚雀格西 以在菩提道上散巧修行 因而我认为观音院的宁静 或许是来自格西的菩提性 然而在我即将结束那次行程前的某一天 心中浮现出一个念头 哦 这改变或许是因为转经轮的缘故 它以前不在那 那个转经轮比药师佛净土中心 这个转经轮小多了 但是也一样包含许多以胶卷制作的咒 制作得非常好 不久之后 当我接受巴西一个禅修中心之妖 到当地弘法时 一位学生给了我一本书 是塔山祖谷的资深弟子所写的 谈他在塔山祖谷的中心 负责建造转经轮及佛塔时的经验 有一部分他提到 在转经轮建造完成之后 那个地区全然被转化了 变得非常宁静 悦意 有益于心灵 这坚定了我的信念 基于我自己的推论 观音院会变得如此宁静 是因为他新建的转经轮 别人经由建造转经轮体验到类似的影响 有助于稳固 有助于稳固我的信心 转经轮有地、水、火、风四种 转经轮的利益 之一是 它是十方一切诸佛、菩萨事业的划线 为了利益众神 诸佛、菩萨划线于转经轮中 净除我们的一切恶业、障碍 并使我们实证菩提道次第的阵量 再建造了转经轮的地区 一切友情 不只是人 也包括昆虫等 均不会堕落三恶区 他们会获得天人身 或往生净土 如果你家里有一个迷你的转经轮 你家就和布达拉公 观音的净土无二无别 当你死亡的时候 如果身旁有一个转经轮 你并不需要破滑法 拥有转经轮本身 成为将意识牵制净土的法门 只要想到转经轮 就能帮助一位冰死者将意识摄入中外 由顶线离开 化身于阿弥陀佛或观音的净土 紧紧碰出一个转经轮 能净除极大的恶业及障碍 转动包含一百万遍 阿弥陀余陀佛的转经轮 就积聚了如同持诵一百万次 阿弥陀佛的功德 这个在要师佛净土中心的转经轮 包含了一百一十八亿遍的咒 因此转动它一次 就等同持诵了那么多咒 在那数秒钟之间 你修持了如此有力的净业法门 累积了如此多的功德 转动转经轮一次 就等同圆满了许多年的闭关 这被解释为转经轮的利益之一 后过水转经轮 碰触到转经轮的水都会被加持 当水流入海中或湖中 它便带着净除其中数十亿动物 及昆虫的力量 我曾有一个心愿 最近又变得更强烈 就是在海中建造一个转经轮 因为我受邀协助许多其他的佛法计划 建造水转经轮的构想就被延荡了下来 然而 当我最近在台湾的佛法中心时 在一段关于转经轮的谈话中 我提到这个构想 有一位施主 经营了几年家庭事业 他非常乐意建造一个水转经轮 因为他的父亲是透过买鱼而创业 既然这家人的成功来自渔业 他觉得他的家庭亏欠于许多恩情 而他心中早就想要做些什么事 来报答或利益于 当我提到水转经轮的构想时 他几乎哭了出来 然后他问 你为什么告诉我要建造这个转经轮 然后我解释了各种原因 他非常乐意建造一个水转经轮 我提到在台湾附近的海域建造水转经轮的构想 但他想建在夏威夷 在那里 太平洋的水能碰触到转经轮而带来很大的利益 火转经轮由蜡烛或电灯的热能所驱动 从转经轮放射出来的光 净除他所碰触到的友情的恶业 由风所驱动转经轮也类似于此 碰触到转经轮的风 受转经轮的力量加持 从而具有力量 能净除任何被风碰触到的友情的恶业及障碍 由于转经轮能如此有力地净除恶业 我认为使用转经轮是个很好的主意 在我解释过转经轮的利益之后 几年前在科盘市 罗纳及泰瑞自愿肩负起制作转经轮的工作 让那些想要修持持法门的学生们顺利取得转经轮 他们慷慨地制作了许多小转经轮 并提供给许多学生 包括我在内 后来我把我的转经轮 供养给尼泊尔国王 当我向他提及在一个人死亡的时候 拥有转经轮会有帮助时 他差时变得疏远了起来 我想对他来说 这是个不寻常的话题 他问道 我必须保有他吗 所以我说 是的 教法中也提及转经轮 能阻挡非人及其他友情的伤害 也能席止疾病 因此我想到 可以将转经轮用于治疗 任何生病的友情 例如艾滋病或癌症 无论他们是否了解佛法 都能运用转经轮来禅修及治疗 例如 病人可以每天到药师佛净土中心来 花几个小时转动转经轮并观想 有二种观想法 第一种 是你观想光线从转经轮中的 咒慢放射出来 照亮你 并净除你所有的疾病 及致病的噪音 你的负面思想 及其遗留在你心相续中的习气 接着观想 光芒照亮一切友情 净化他们的一切痛苦 恶业及障碍 第二种观想 是光芒从咒制放射出来 如灰尘上方的真空吸管 勾招一切疾病及非人的伤害 以及最重要的是 疾病的噪音 恶业及障碍 这一切都吸入或融入转经轮 当你持诵五串或十串念珠的咒时 你以这种方式观想清静自己 当持诵几串念珠结束时 观想由转经轮放射出来的光芒 净除六道友情的痛苦及障碍 这些都融入转经论 一切友情 包括自己 皆得解脱 体悟整个菩提道 并成就大悲佛的果位 你也可以一道一道 做同样的观想 如果有人罹患艾滋病 癌症或其他疾病 像这样禅修 每天尽可能做几个小时的禅修 一定会有某些影响 我知道 有相当少数的人 透过禅修 而从末期癌症中完全康复 即使一个人或许不懂 关于初离心或业果等佛法教理 由于他们此刻 想拥有心灵的宁静 以及安详的死亡 由于他们关切 要拥有健康的身体及心灵 他们应该运用这种特别强而有力 深具意义的疗法 我想强调的是 每个或大或小的转经论 都适用于病人的治疗 这个法门非常实用 而且深具意义 两年前 我请金麦肯在这个药师佛净土中心 建造转经轮 不仅仅是为了让人们能够如此羞耻 也加持土地 它帮助人类 也同样帮助所有昆虫及动物 金和他的太太三卓 花了许多时间及心力 完成了这个极为庄严的转经轮 我确信许多人帮助他们完成 我打从内心深处 非常感谢他们的成就 转经轮 使一个地方变得非常神圣而珍贵 如同净土 优优独播剧场——YK 大家阿弥陀佛 海涛要在这边 从内心里面由衷的感恩 所有护持 生命电视台 中华护生协会 为什么 因为护生协会在世界各地 不断地在抢救各种的 有情生命 牛也好 鱼也好 螃蟹也好 不分国家 不分地区 因为所有的生命 都是我们的父母 所有的生命 都是未来的佛 所有的生命 都是佛陀的独生子 所以愿各位发愿 深深实施 不间断地保护 救护各类的生命 这就是生命电视台 保护生命的宗旨 阿弥陀佛 护持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明 中华护生协会 生命电视苗栗菩提道场 举办传授八关灾戒 礼拜大解脱金 护生 点灯 购水 药贡 即甘露诗诗法会 恭请占德法师主法 日期 2月6号星期四 上午9点 地点 苗栗菩提道场 地址 苗栗市中正路 621号 联络电话 037-336-026 037-336-026 法会备有效在超键牌位 供大众填写 海涛法师慈悲置业 2020年国际短期出家 印尼短期出家 爱与慈悲福会营 恭请海涛法师主法 活动日期 2020年4月14 至4月21 共八天 4月14日 中午12点前报道 海外学员请在4月13号报道 活动地点 印尼北干八路 三宝佛教中心 地址如下 联络电话 037-991-513 037-991-513 参加资格 年满15岁以上 65岁以下 具有正性正见 愿意服从学习指导 亲近出家戒律 威仪者 神行健全者 经审查 面试通过后 将核发通知书 报名方式 1.请上网下载表格 填妥后传至 live tv.net at msa highnet.net 2.恰询下列单位 索取报名表 填妥后送至各地 并在3月10号前 统一会诊 寄回秘书处审核 3.海涛法师慈悲志业 秘书处电话 加886-3989-9319 地址 台湾一来县三新乡 三新路二段20号 台北生命道场电话 加886-22550-9900 印尼联络人 电话 加62-852-6577 7577 洪淑丽 汪惠纳 电话 加62-822-8628-2345 李慧珍 报名日期 即日起至2020年3月10日 恰询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职路亚 明镜与点栏目 0B